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9月17号 星期三晚上11点 运通财经台制作的股市晚安报 我是郭凯 节目开始先关心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 台股随着亚洲股市跳空开高 在电子金融双主流领军强攻下 一度大涨超过百点 顺利地占回了半年线 不过尾盘由于卖压出笼 导致涨幅收敛 加权指数收盘上涨了61.77点 来到9195.17点 成交量是放大到814.82亿元 电子扮演了反弹级先锋 由台积电领军强攻 苹果供应链大力光 鸿海可乘联媚静阳 双低族群华雅科 友达群创反弹助攻 网通是受到中移动董事长 对台湾的相关的企业 网通的一个公司 给予正面的肯定掌声响起 核勤控中壘健翰 致意台阳有逊全面走洋 今夜重大财经讯息 贵买中心董事长吴寿珊透露 在年底前将会推出跨国 跨市的组合基金与其他证交所合作 推出新型指数 希望能够进而活络国内的资本市场 在景气好转 央行升息以及国营放款动能增强帮助下 金融指数重新站回了五日线 成为台股称盘重心 又让国泰金 开发金 第一金 华南金控 都有百分之一的涨幅 中国移动董事长西国华来台参加 GTI全球会员大会 对于台湾在手机晶片 手机制造 以及基地台制造实力 给予正面肯定 他也指出 未来将在中国增建五十万台 四G基地台等利多消息 又让网通一片红通通 核勤控中壘健翰之意 永迅全数大涨 华雅科公布了八月营收 来到67.12亿 显示出低院价格平稳 再加上母公司美光也只跌进阳 盘面上终止连续五天收跌的表现 进而带动南雅科 华邦店同步只跌 南雅科盘中大涨超过6% 表现最亮眼 引擎眼镜双雄F7格跟金华 在中国十一长假的备货高峰 即将到来的帮助下 今天展开了反弹补涨公式 F金可上涨了将近有1% 重新回到了五日线之上 清华光上涨将近2% 占回了670元关卡 另外同样是一财股的大学光 也一度有超过3%的涨幅 好涨更是亮灯冲上涨停板 凡在其户的布局 三大凡的买卖超排名 外资卖超了30.13亿 而投信是买超了6.79亿元 经商买超15.57亿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了7.76亿元 详细一统来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股期货部分 以9172点作收上涨了19点 与现货相较逆价差23点 筹码面部分 外资空单加码了1101口 至11882口 投信多单小增133口 至1509口 经商多单大增了5866口 转为近多单4615口 总计三大法人多单增加了4898口 近空单部位是降到5758口 这是台北股市表现外资法人的观点部分 苹果iPhone6开放预购造成的市场抢购热潮 德意志证券就预估了 iPhone6销售动能会持续强劲 因此台湾相关的零组建厂 也将会继续受惠 特别看好大力光 可承给予买进的平等 德意志证券认为 看准欧盟与越南签署FTA协定 仿之产品即将享有零关税优惠 带动产能利用率提升 如侯明年营收可以乐观期待 给予优于大盘平等 更将目标价调升到了500元 接着是今天台北股市的强弱事故 看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课程从今年开始正式加入苹果iPhone6金属7颗供应链 被法人视为新iPhone概念股 法人也看好今年业绩在苹果新单订单的意诸下 渴望逐迹的攀高带动了今天除息4.9元的课程 短短10分钟就顺利完成填席 历清科技是大陆LED车灯最大的设计组装厂 目前在大陆市占率是高达30% 今天对外宣布公司规划将在12月正式送件申请上柜 明年预计是第二季就可以挂牌 日本为了吸引外籍观光客免税门槛降到了 约薪台币1400元 市场期待台湾游客到日本观光的意愿将会增加 其中旅行业者雄师就看好了未来的成长动能 预估10月日本团的业绩渴望达到年成长两位数的目标 市场指出随着游戏厂新向的新游戏新机台陆续上市出货 带动业绩持续的成长 8月单月出货金额高达8000万元 也让今天的股价再度弹升 盘松几下传奇成为上市柜游戏股王 迎接第四季出货旺季 F6回宣布了启动扩产计划了 未来将砸下300万美金增加厦门以及印尼厂的设备 法人预估下半年的营运表现将会先蹲后跳 带动在盘面上大涨5% 最高市场到了59.4元 以上是台北股市表现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到时候我们下车见了 我们下车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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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额牌清理窗 专利复为式倒块 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额牌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最佳的打鼓也是代用 最简单的操作模式 最完善的售后服务 不容错过的售后课程 不断学习的DVD教学 投资家平台让您一次拥有 02 2503 3288 02 2503 3288 森田药庄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总经过多年 对建筑美学 对食材的打造 一定的整个团队的经验 今天来组合 太阪了 把世界首席当成 宣传的应验的线 幸运第一口 希望来宾口 有福气和福气的菜 世界首席 881 5588 无障碍住宅 就是为了使行动不变的 身上者 或是生活不变的高领者 能有一个友善 便利 而且安全的生活环境 及居住空间 第一 必须要设置无障碍通路 第二 要有宽敞的空间 第三 是设施无碍 等三大要素才行 内阵部一直致力于 打造无障碍住宅 营造通用无障碍的环境 照顾每个家庭 带给每个人生活上 更多的便利 欢迎回到股市晚安报 节目现场 我是郭凯 新台币断美元汇率 今天收盘升值了2.6分 达到30.134元 兑换1美元作收 成交金额5.86亿美金 有关国际汇率数字 一起来看看 既然那么多的 转换1美元 一个安全币 106元 总统 它们 旅行 关心国际的重大财经讯息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 提出了国际税法修正方案 希望能够遏止企业避税的歪胞 市场指出 如果会员国能够落实这些措施 将能够从结构上 防堵Google 亚马逊等大企业 将一年高达数十亿美金的获利 转往各个避税天堂 受到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影响 德国九月投资人信心指数 从八月的八点六是降到六点九 已经是连续第九个月呈现下跌了 更降到了将近两年以来的新低纪录 南韩财政部表示 根据近期的经济数据显示 目前南韩的经济正陷入 低度均衡的通膨危机 也就是经济成长与物价上涨 都是停滞不前 而且国内消费以及对外出口 也都出现下滑了 政府也赶快要来采取医应措施 否则可能会步入日本 失落二十年的后尘 中国商务部表示 大陆和南韩渴望在今年底成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 雙方从2012年5月至今已经进行过了12轮谈判 预计下个星期将在北京召开第13轮的会议 亚洲股市最新消息 今天受到美股大涨的带动 涨多跌少是亚股的一个表现 而南韩的COSPI指数更是冲上了两个星期以来的新高纪录了 详细数一同来关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议声明才渴望明朗化 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忠还是很乐观的 他预期最快也要等到明年第二季 美国联准会才会有升息的动作 前副总统肖万长坐着轮椅 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忠赶紧上前打招呼 同时出席LPGA台湾锦标赛记者会 力挺国内高尔夫运动风潮 我在六个多礼拜以前 因为打高尔夫球 太喜欢高尔夫球 请你练习 结果不小心就摔跤 我觉得我们 我应该拿着拐杖做个轮椅也要出来 我大概打过七十八九干了 不过这是已经很久以前的事 小时候的事情 谈高尔夫猜明忠就像是话杂志打开 不过也不忘提起近期 金融圈最关心的美国联准会升息议题 年内应该看不到吧 大家大部分都在看说明年第二季 我的感觉是一般市场上 大家的这个看法 甚至于比可能一些央行的总裁 看着还要来的乐观 预期最快也要等到明年第二季才会升息 至于会不会牵动台股动向 蔡明忠倒是很乐观 对台股信心满满 好表现 渴望延续到年底 现场贵宾云集 就连国宾饭店董事长许玉瑞 还有华航总经理林鹏良等人 也都特别现身会场站台 也显示出这些大老板们 对于国内运动盛会的高度重视 富士宣陈建伟台北报道 LED封装厂龙达 受惠于全球的龙头厂GREET入股 正式启动了大规模的扩产行动 预告最慢明年上半年 将大局的扩充产能 增幅上看四到五成 并且调高今年的资本支出到三十亿 较去年一口气增加三倍 欧洲最大消费性电子展依法才刚落幕 今年聚焦在穿戴式装置 智慧手机平板电脑 就连超高解析度的4K 2K大电视 也成为战场新亮点 大电视帐行连带拉升LED背光需求 尽管进入第三季客户库存调整期 但整体试况稳定 加上美国今年开始禁用白痴灯 也让LED族群信心大增 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整合的效应 能够在凡能解保的产业里头 提供一个更有竞争力的产品 8月底被全国LED照明龙头 KRI向众入骨 让龙达营运脚步更扎实 大局调高资本支出到三十亿元 较去年的十亿元一口气翻了三倍 龙达不会言 除了KRI的代工订单之外 扩产主要看好市场稳定的长期需求 今年先将扩充后段封装产能 第三季开始陆续释出 至于前段累积以及晶片产能 龙达强调会先以修改机台的方式增产 至于要新增多少机台还在规划中 目前已经新增竹南新厂 扩产空间可以说是绰绰有余 明年上半年之前增加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新增产能不是问题 创下集团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扩产行动 分身陈建伟台北报道 钢铁龙头中钢八月售汇出货量增加以及生产成本下降 合并营收较上个月小幅成长 突破了307亿元 合并税前盈云更叫去年同期大增超过六成 改写今年新高 大陆三大钢厂之一的宝钢 十月盘价下跌百分之二 在经久饮食的传统旺季 竟然需要以降价来支撑施求 反观国内中钢第四季内销接单满载 下游客户还要求增量 两岸钢市明显不同调 我们跟客户商量外销的量 客户先提了 中钢公布八月合并营收达到307.69亿元 月增0.4% 合并税前盈予则是来到28.71亿 年增62.75% 创今年新高 累计前八月合并税前大赚173亿 年成长9.74% 每股税前盈予1.12元 犹豫预期 出货高过我们的预期 八月获利表现不错 好消息不止如此 日本第二大钢铁集团JFE宣布 考量到亚洲钢材依然处于供果余求局面 因此决定终止与一连集团 合建越南钢厂的合作案 市场预期如此一来 台塑与中钢合资的台塑越南合进钢厂 可望持续称霸越南成为最大受惠者 福日神陈建伟台北报道 面板双虎出货表现 持稳在年底连续假期 备货需求带动下 产能持续的吃紧 群创友达也都同声看好下半年到明年 产业将呈现成长走势 中国10月最长的连续假期即将到来 9月提前启动拉货槽 4K 2K电视 加上笔电产品出货带动 面板双虎群创友达 在手订单排到年底 总经理王志超透露 产能维持满载 库存水位健康 第二季模拟的缺到第三季 其实连TV都开始缺好 那我们这样看的话 一直到大概到今年第四季 大概都会维持 随着备货结束 进入产业淡季 面板报价 短期内可能出现影响 群创还是持续看好 业绩表现 资测会更预估 业精电视逐步打开大尺寸市场 明年还有3.7%成长空间 出货量达到2.15亿片 平均尺寸来到41.4寸 友达对第四季也是乐观看待 在中国大陆11的拉货 还有年底欧美假期的销售 第四季我们现在看起来需求的状况也还算不错 今年台湾面板厂大尺寸液金电视出货 达到2.23亿片 4K 2K出货760万片 更比去年同期倍增 资测会强调相关营收占比将会拉高到百分之十 林志远 陈维佑台北报导 Google积极的开发手机作业系统 现在更跨足到硬体设备制造 首款的低价手机在印度上市 主打一百美元的低价市场 竞争对手全都绷紧生机正面迎战 全球搜寻引擎龙头Google 抢占低阶手机市场大饼 第一支Android One手机在印度推出 挤出一百美元价格贷 未来还会在更多国家上市 为了降低消费者入手门槛 Google大局采用联发科整合晶片 结合当地三大电信商 手机搭载最新Android 4.4作业系统 搭配4.5寸荧幕四核心处理器 宏达电针对印度市场 也推出低价手机应战 不过公司表示 不会采取超低价策略 M8跟这个Butterfly 可以说是台湾最上销 以及最上销的两款旗舰手机 他们的整个销售 在整个总量上面非常接近 销售的期间也非常长 尤其是Butterfly 它后续还有一个Butterfly 所以从Butterfly的 整个这个产品的生命做起 可以说是HTC在旗舰上面 有史以来这个销售 最长最好的一个旗舰 用我们的content 不管是影音还是游戏方面 然后用我们的手机的软体 极其更平易进来的使用界面 来区隔SONY MOBA跟其他竞品的不一样 SONY靠着行动通讯业务成长 9月销量稳坐台湾第四名 更喊话要在全球市场拿下10%市占率 面对市场吹起低价风 总经理林志远强调 将维持差异化产品定位路线 林志远 陈维佑 台北报导 华硕推出最新的电竞平台 抢在对手联想之前 就是不愿意让优势地位受到冲击 总经理林福能更喊话了 新产品推出将站稳国内五成以上的视察 发表会场桌上放着一台黑色主机 边缘切割成不同形状 机身上的散热孔不只镂空设计 还会呈现颜色变化 华硕发表台北国际电脑展上 获得最大奖项的G团体 就是为了抢攻庞大的游戏桌机市场 华硕这边的话 昨末在电竞市场的话行之有年 很多的产品的专注力 我们投入了很多虚拟 包括资源所有的在国内 到国外的一些电竞的团队 TPA TPS等等的这些 我想我们都不予力 总经理林福能难得一派轻松 穿着Polo衫展现好心情 现场还找来网络红人站台 直接在台上随着游戏进行同步解说 林福能强调国内游戏桌机市场 渗透率已经高达五成以上 新产品上市也将站稳领导地位 电竞的桌机的市场的话 我想从家用的品牌PC这块 华硕靠着所有的业务跟行销的团队 这边在台湾目前已经大概 市占已经超过五成 那至于在电竞的市场的话 我们自己目前在我们内部的 台湾的占比是十个percent 那今年的话有这么好的产品 这么多机器类的优质产品 经典制作的话 我们希望在今年年底 可以挑战超越三成 华硕笔电出货持稳 手机销售更符合法硕目标 手机事业提前在八月损益两平 公司透露其他产品线也将稳步成长 林志远 陈维佑 台北报导 以上是重大财经讯息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前面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灯光调暗点 气氛好一点 节电是今夏最美丽的流行 森田药庄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家具通通破盘价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台北市领馆清仓大特卖 尿检便宜家具 快到大都会台北市领馆 最简单的操作模式 最完善的售后服务 不容错过的售后课程 不断学习的DVD教学 投资家平台让您一次拥有 02 2503 3288 02 2503 3288 家具清仓大特卖 通通破盘价 快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台北市领馆 减便宜家具就趁现在 远传透露两年之内 4G的网络传输量 将超过3G网络 双模系统以及多屏支援 是未来4G LT的发展趋势 电信业整的最大的挑战 是多模式的多屏网络的整合 而远传已经是打造出了 双网混合的新技术 航空业者抢客 机上餐点也成为比拼重点 加上日元持续走扁 掀起一波旅游潮 华航看准商机与日本 知名饭店展开合作了 主攻日本县 预期将带动载客率 大增一成左右 为客运营收表现再添利多 欢迎大臣华航 这是我们的新餐点 中华航空一夜合作 有益庄 携手日本知名大仓酒盒饭店 展开为期一年的 机上餐合作计划 我们了解台湾的民众 出国旅游 日本是最喜欢的地方 长地的观光旅客的交流 直充四百万 经过将近一年的不断的试餐研究 那么终于在今天能够向大家发表 熟练的在鲍鱼上展现刀工 仔细摆盘 要用道地日本料理抓住消费者味蕾 加上近期日币走扁 自身副总杨成玉琦 口旺带动日本县载客率增加一成左右 其实想要借邮寄上餐点 吸引消费者的航空业者还真不少 像是日本全日空也与精华合作 把故宫知名国宝翠玉白菜和肉行食 变身成为鸡上美味餐点 台日航空业者不约而同 大推鸡上餐点 不过这样还不够 华航下半年开始将全力冲刺增辟航店 包括洛杉矶 旧金山 纽约 以及温哥华航线 大概有个10%的成长 应该是有的 而在全新博银777-312陆续交付后 华航规划初期将先投入曼谷等东南亚航线 明年2月开始投入纽约航线 搭配新机上搭载能180度躺平的 豪华商务舱配备 明年客与营收表现绝对可以乐观期待 福日宣承介维台北报导 平面媒体指出 富士康与江西的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将建设开放式的车联网营运中心 预计明年1月要市营运 积极推进大陆的车联网发展 抢兆元人民币商机 对此鸿海市认为 此次合作案是并没有任何的投资关系 只就需求来提供车机 统一集团旗下的统一百集百货 今年积极地进行改装计划 推升前8月营收年成长14个百分点 现在周年期即将开跑了 总经理王宝明信心喊话 立拼业绩要较去年同期成长6% 大抢商机 左摇右摆甩着大头 统一板集请来代言人 Open奖现场跳舞给你看 就是要炒热气氛 让周年庆档期业绩再冲高峰 今年台北板集这边 也进行了我们开店以来 最大幅度的一次的一个改装 推动了我们这个 整个1到8月份业绩的成长 拿着粉红色来店里 跟代言人合照 王宝明心情大好 统一板集经验春季 展开史上最大规模柜位调整 多达50个柜点 秋季改装的柜位上看15家 推升今年前8月业绩 成长14个百分点 大动作改装奏效 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的动力之下 我们也相信接下来 我们即将展开的一个周年期 应该会有很好的一个表现 所以在这边我们也设定了 我们今年周年期的目标 要比去年要成长了6% 王宝明信心满满 力拼周年庆党期 业绩要较去年成长6个百分点 对手星光三月 更预期全年营收超越760亿元 没问题 其实抱持乐观看法的 不止业者而已 经济部预估 今年百货公司全年营收 渴望上看3000亿元 创历史新高 百货零售业进入战国时代 谁能真正刺激买气 就等周年庆党期后才报见真章 分身成绩委台北报道 大陆电信箱 中国移动扩大4G网络建设 以及采购终端设备 台厂商极大 电名的台积电 联发科 以及宏达电 等台湾三大咖 中移动表示 大陆扩大4G网络建设 现有8亿的手机用户 市场非常的大 两岸合作可以互补互利 台湾在晶片设计 半导体 手机终端产品跟5G 都有很强的竞争力 希望能够与台湾合作 打造5G标准 两岸攜手进军世界 大陆单独二胎 效应逐步的发酵了 推升对岸的 幼童用品业者业绩报喜 Apple冬宁8月营收 突破了1.3亿 改写今年新高 而另外一家业者立营房 在经过体质调整 去库存化效益显线下 同样搅出成长表现 黄色小鸭旋风延烧 大陆城镇化 以及二胎化政策 持续扩大 日估5年内 将新增750万新生儿 带动上兆人民币商机 也刺激以大陆 幼童市场为主的 F东林业绩再冲高峰 政策力多 推升F东林8月营收强烟 达到1.31亿元 月增42.83个百分点 改写今年新高 随着大陆地区经销商制度 调整高一段落 加上第二品牌 哈皮蛙的推出 再搭配大陆金酒银食即将到来 渴望进一步推升第四季 营运成长 对手令营房同步较出好成绩 经过一段 营运低潮期 林营房加速体质调整 8月营收来到7.82亿元 年增5.23% 令业者逃递 业绩表现更是强烟 达到2.66亿元 月增61.61% 年增27.21个百分点 显现大陆同装市场的 强大发展潜力 Fashion 陈建伟台北报道 在智慧手机市场 进入战国时代 各大品牌场都纷纷地聚焦 穿戴终端 建制健康照顾应用 宏达店也积极寻找 新的蓝海策略 市场传出 宏达店跨入医疗的生计领域 可能推出医疗监测感测器产品 未来相关产品有望 与手机连结 或进行分析应用 透过软体整合 进军个人的医疗视察 大力光受惠手机镜头订单畅望 上半年轻松赚进五个股本 营收也持续改写历史新高 直营长林恩平强调 对业者送样采取客制化 下半年毛利表现稳定 业绩持续的成扎 高阶智慧型手机 摇身一变成为专业相机 不只强调防手震功能 更能在短短的几秒钟内 快速完成对焦 光是大厂大力光 受到客户镜头出货需求带动 今年前八个月 营收突破240亿元 持续改写单月新高 执行长法说会上态度正面 靠着公司掌握关键技术 同时国际大厂订单 业绩表现当然稳定成长 林恩平跟TOLO 依照合作厂商要求 订出客制化规格 会有不同的报价 不容易出现业者杀价 影响毛利表现情况 光学镜头研发升级 趋势朝向光圈放大 镜头做得更轻薄 玉金光以价格优势 抢下美系客户 800万画素镜头大单 下半年业绩回温 也将挑战单季转亏为盈 林志远 陈维佑台北报导 资测会预估2015年台湾封测产业产值 可以达到新台币4310亿元 可以比今年的4070亿元成长6% 资测会指出 第三季进入封测产业忘记 手机晶片以及记忆体需求 是重要的成长动力 明年智慧型手机市场仍然是持续成长 加上4G手机换机的需求 4K 2K大电视 指纹辨识和感测器产品的需求 持续成长 也会带动高阶封装的制程需求 全球通讯组织GTI会员大会 在台北正式登场 中国移动董事长西国华 这次是来台湾参加会议 形成满档 预计采购两亿台的行动设备 同时也将拜会科技大佬 畅谈两岸4G机台的实验计划 电信4G服务起飞 带动网路通讯设备大换血 整体产业迎接可观商机 全球通讯组织GTI选在台湾 举办全球会员大会 吸引中国移动董事长西国华 正威董事长郭台强 中华电行动分公司总经理林国锋 还有钟磊总经理王伟 等企业高层参加 就是看好中国移动 这次将大手笔采购 两亿台终端设备 未来还有50万台基地台需求 钟磊会前就做好抢单准备 要为公司成功转型获利后 在天营运动能 董事长王伯源更是乐观看好 下半年业绩成长 国内业者开发市场积极 强攻行动晶片手机微型基地台大饼 中国移动也加紧脚步 西国华将拜会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 红达电董事长王雪红 讨论两岸首度成功整合的 4G试验网合作计划 全球品牌主机板战况急速升温 华硕不只在大陆一级战区调动管理高层 拉升前线战力 近期为了捍卫技术理建地位 发动了设计专利战火 由于业界传出华硕新款高阶晶片主机板 一次样品外泄 遭到同业模仿开发新产品 华硕对此态度很坚决 不排除要采取法律手段 遏止侵权的行为 霹雳举办上柜前业绩发表会 公司预计10月上旬要正式挂牌了 成为首家上柜的文创公司 董事长黄强华更是透露了 要和Google捷博 透过授权合作方式进军国际市场 副董事长黄文泽亲自配音 布袋系里的真人布偶全都粉末登场 霹雳上柜前业绩发表会 法人挤爆现场 连走道上也都挤满了人 董事长黄强华透露会有更多合作计划 黄强华强调和Google合作 把布袋系聚集上传到影音平台 让台湾传统文化走向国际 和科技大厂华硕 牵上游戏业者至冠合作 更带动上半年产品销售成长54% 授权金比去年同期大增500万元 霹雳陆陆续与中国大陆视频网站 也做了合作 布袋系聚集正式进入中国大陆互联网的视频 目前霹雳布袋系聚集在中国视频平台的覆盖率 已达到八成 公司业绩表现优于预期 从财务报表上就看得出来 前八个月合并营收4.46亿元 年增18.09% 霹雳预计10月正式上柜 展现传统产业强攻全球市场企图心 林志远 陈维佑 台北报导 以上是精选的财经药文 广告之后还有更重要的明日关盘重点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最简单的操作模式 最完善的售后服务 不容错过的售后课程 不断学习的DVD教学 投资家平台让您一次拥有 02-2503-3288 02-2503-3288 森田药庄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头痛 请用玉芬珠去记听 请用记听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够好 爸爸 俄派七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十米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有了俄派七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最佳理打鼓 也是 代用 理财周刊 携手引家日报 给您无限的可能 提供每日精准宣库 专业最新财报 累积财富So Easy 现在订阅12期理财周刊 加三个月引家日报 轻松价值要9188元 更多周年庆优惠方案 请立即拨打 23926680 昨天说白啊 我已经找到合格业者 将我那块被污染土地整治好了 暂时最近有一个神秘人 要用高价租我的地 我看每当周一 土地乱租给不明人数 真危险哦 有些营销业者 会租土地来 望住了威瓦会进入 所以土地除了不能乱租 地主还要常常巡逻出处的土地 哪不会造成那污染 地主还真的被关 而且最多得以活过300万人 请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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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股市晚安报 节目现场 中国人行对银行注资 相当于调降了 存准利益的利多 也激励了在跨海 激励美国股市道琼盘中 再度创新高 亚洲股市多头也趁势返工了 台股一早跳空开高 顺利站回半年线 从这个9月2号以来 几乎整整被压抑了 10个交易日的多头 展开了绝地反攻 国王大力光涨幅超过4% 再度成为多头总司令 大盘开高震荡 冲过9200点 盘中涨幅一度超过百点 电子金融传产大多顺势反弹 不过尾盘还是难逃 台子旗结赚的乱流干扰 震荡后涨幅压缩 未能占上9200 下选指数收盘上涨61点 与9195点作收 成交量是放大到814亿元 而明天该怎么选股 我们赶紧请到大家非常熟悉 运达头部的盐一鸣分析师 为我们解析明天的关盘终点 盐老师晚安 郭开好 大家晚安 请盐老师 今天这个盘是 亮灯是有稍微的亮灯 不过一开盘的气势如虹的表现 在尾盘还是受到压抑 明天盘是该如何看待您的看法 也就是说明天开始的盘是 应该看所谓的成交量 如果说成交量有继续放大 而且是所谓上公量的话 那这个所谓的大盘 它是有机会会去做出个 短线上面的一个反弹 因为今天的话 这个成交量已经开始 比昨天两天的成交量 要稍微的放大 但是目前为止 三大法人连续六个交易日 仍然是站在所谓的买 仍然是站在所谓的买方 那目前为止只有投信 今天是站在所谓的买方 那买方的一个所谓买超 目前为止统计出来的数字 大概也是在六亿附近 那对于所谓三大法人 目前为止 仍然是站在所谓的调节方 好 那我们去看到 目前为止的大盘 它基本上面是属于一个 技术线型的一个反弹 也就是说这个反弹到六日均线的附近 目前为止 虽然短线上面有所谓的触及 但是目前为止没有站上 那如果说没有站上的话 那这个大盘 仍然是属于一个短线上的反弹 那投资人可能 就是说逢反弹的时候 尽量的站在所谓的卖方 等到这个大盘会去回撤 前波的一个低点 9014点以后的话 如果说这时候出现一个 止跌的一个讯号的话 就可以进场积极的 去做出个多单的一个操作 而在今天盘面上的观察 强势股跟多头的总次令 当然是股王大力光莫属 所以在今天包括在平盖股 跟光学族群 都是领涨带动的重要指标 所以在盘面上 选股上又该注意哪些方面 也请不请教袁老师 好 那我们看到 今天盘面上面比较强势的 就落到所谓的光学镜头股 那包含之前所谓大涨的 所谓的预晋光在内的话 目前为止今天还是拉到个涨停板 那后面所跟上的 包含3019的亚光这档股票 目前为止今天也是涨停板 那看到所谓大力光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光学镜头 目前为止有三档股票 都是呈现所谓的多方的格局 那当然苹果概念股里面部分 那开始做出一个多方表态的 就看到所谓2313的华通 那看到今天6153的加联也是一样 那目前为止PCB的族群的话 大概就是以这两档股票 包含我们看到近期法人站在买方的 这个代号2368的金像店 那以这三档股票作为一个所谓观察性的一个指标 那目前为止的话 以今天所谓的外资法人的一个买超而言的话 面板的族群的话 这个买超就落在所谓2409的优达 包含这个3481的群状 今天的买超也是相当的积极 那金融类股方面的话 今天买超比较多了 可能是落在2888的所谓的星光金 那我们看到所谓2887的台信金 这两档股票目前为止 买超的部分也是比较多 航运类股的族群的话 一样是落在所谓的华航 代号2610的华航 包含这个代号2603的长龙航 这两档股票 但是以触控的族群的话 今天3673的TPK 由卖方转而买方 目前为止的话 有机会呈现一个所谓底部翻扬的一个格局 也就是说目前为止 这个所谓短线上面的卖压 如果高一个段落 3673的TPK 有机会在近期而言的话 股价会做出个强势表态的动作 当然我们看到所谓市集的题材 今天由卖方转而买方的 代号2485的兆贺 目前为止的话 今天的兆贺的话 算是一个强势表态 因为上涨了1.35元 股价是收散29.35元 那也突破了所谓512均线 那今天法轮买超 三大法轮买超 现在的记录显示说 不管是所谓看到外资也好 自营商也好 那总共的买超 接近1000张以上 那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底部 突破量之后的话 那三大法轮如果说 站在买方的话 这些股价的话 它是比较有积极的 做出个表态的动作 可以看到目前 在整个网通族群的部分 尤其在4G的议题 在西国华董事长 也是这个中移动的劳动 是特别来台 也对于台湾的产业要来做一些合作 又发表了看法 而另外也进步请教 严老师大概在4分钟进广告 所以在目前的盘式 经过今天的期货结算之后 多空的一个交战 会比较明朗一些 所以投赠在这方面的部分 选股还能够从哪些方面来进场 您的观察 其实一个选股的标准 应该是选择一个机器低的 那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看到所谓重要的苹果概念股 由于收到苹果的目前为止 它的拉货槽 但是股价的部分的话 却没有表现 也就是说利多消息频传 但是股价没有表现的话 这个时候的话 反而是一个埋进的一个契机 那近期而言 我们所观察到的苹果概念股 除了光学镜头以外 我们看到哑光也好 郁金光 包含大力光 那这些股票目前为止 已经成为一个领先领涨的格局 这时候我们就不需要 去做出个追加的动作 你应该去找寻一些 目前为止正在底部区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 代号3034的连勇 记底有所谓法人作战的行情 那我们看到做枢纽的 3548的照例 目前为止股价在所谓的低档区 营收却是大幅的做出个成长 那我们看到3673的TPK 今天股价也有所表现 那股价也在所谓的低档区 那我们看到离电池的 6121的新普 今天目前为止 是上涨2.5元 但是今天的所谓法人买卖超 那看到所谓三大法人 已经由卖方转买方 如果说后面的买超 是非常积极的话 我认为这档股票 它至少在本益比的部分 目前为止是14倍 股东报酬率化 大概在8%附近 有机会的话 今年有机会赚到一个股本 像这些所谓基期第一的 目前为止底部布局的 如果说今年下半年 我们所看到苹果拉货超 确确实实发生在 这些所谓的瓶盖股 之中的话 我认为这些所谓瓶盖股 它后面要大涨的机会 也就是说波段的行情 如果说即将启动的话 那后面的行情 应该会比较大 是 而另外呢 包括了在这个中盖题材 也是严老师 持续为投资人来做追踪 大概两分钟 也进入起 严老师在中盖的选股策略 那目前为止中盖的族群 在所谓的人民币 升值的一个效益 应该会集中在今年的下半年 那今天目前为止中盖的一个族群 我们看到所谓的指标性质的股票 也就是说我们有所谓的涨跌服务 我们来看的话 那第一档股票 水泥类股的话 当然就落到1101的台泥 那所谓的9907的统一石 包含这个润泰新 润泰全 那当然这些都是所谓的中盖股的一个 很标准的一个所谓的指标性的股票 但是你要去看到所谓的航运类股方面的话 包含长龙航 包含所谓的这个远东航 那这些所谓的航运类股 目前为止三大法人 仍然是站在所谓的买方 那这些跟所谓的中盖的族群 有所谓互相 这个呼应的一个动作 那看到所谓的汽车类股的中间 有机档也具有所谓中盖的提债 包含我们看到所谓的 代号2207的荷泰车 看到2201的玉龙 近期而言的话 因为电子股的一个表现不佳 那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看到所谓的汽车类股的话 它总体上面的表现是比较好 那总体上面表现比较好的话 有机会会去取代所谓的电子类 那高价股的部分要留意到 目前为止 这个所谓第三方支付了 这个网家 8044网家今天拉到长停板 那看到所谓的快速传输的 看到所谓5269的翔索 今天股价表现也不错 看到所谓IC设计的5263的支威 今天也是拉到一个长停板 也就是说目前为止 IC设计的里面的一些高价族群的话 如果说法人是站在买方的话 我认为机器往上 做出个攻击的动作 应该会有所谓的PCB族群 包含IC设计的族群 这两个族群领先 所谓的大半 率先做出一个发动的动作 好的 我非常感谢运达投股 严一鸣分析师详细的解析 殷老师谢谢 谢谢 台北股市今天是以这K线 算是说是呈现红棒 但是留下了长达57点的上影线了 5日均线的也并未能站上 短线上仍以战首半年线来看待 多头如果要稳住盘势 避免大盘续往9000点大关回测 除了必须要守稳半年线 成交量能还是必须要缓复放大的 在多头信心尚未恢复之际 让指数维持在近线 半年线间盘整或许可惜 以上是今天的股市晚安报 感谢您的收看 就这一同来关心明天的重大财机预告 我是郭凯 明天见 下沙下沙只要四折 轰天雷买一送三感恩回馈大放送 昨日起参加轰天雷终极实务班专案 让你可以学到轰天雷的关盘技巧 逐步掌握操盘金钥 了解更多请速播 0223 653 255 冷气调高点 风景美一点 灯光调暗点 气氛好一点 节点 是今夏最美丽的流行 谢谢您的帮助 让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想帮助别人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吗 提醒您 多的空屋可以透过租屋服务平台 租给有需要的人哦 不仅可以免费张贴租屋讯息 最高每年还可获得一万元的修缮补助哦 目前已有六个县市 加入租屋服务平台的行列 请上网查询详细说明 租屋服务平台 爱屋及屋一起来 内政部营建署关心您 病菌的传播总在无意间 下班后享受幸福时光的同时 别让病菌无意间 也危害自己最亲爱的家人 用肥皂勤洗手 守护最亲爱的家人 森田药庄高纯度剥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台风好雨来时怎么办 不怕不怕 提醒您要准备水 干凉和手电筒哦 记得关门窗贴胶带 堆沙包 随时注意台风好雨动态 到雨来时随时了解淹水讯息 五十六警戒发布时 配合疏散避难 或自行前往避难所 主要紧急救援请拨打119 没事请待在家里 注意警戒讯息 不要前往危险地区 做好准备 安心加倍 开地上最好门啊 先拿鸡蛋豆腐书配 再拿白铁酵黄肉丝 即时开始 却踏脚 别急 节能很好 但用对方法更重要 选用有能源效率标示的六大电器 五个等级 越接近地球 急速越低 节能又省钱 能源效率看清楚 节能省钱 又一桃 你应该清楚啊 阿嬷 是你小孩的孩子 给你安装HD纸上去啊 什么低的 HD有线电视数位计算盒 画面更清楚 而且让你可以随时看到 自己想看的节目 有线电视数位化 随选视讯 边看边录 还可以倒转 让我们的视野随选随看 天天都精彩 即日起到9月24号 于台北车站南尔门广场 申办装机 就有机会抽中3D电视大奖 只有晶片护照 享有140国籍地区 免签账或落地签证的好看 晶片护照有多重防伪设计 安全又便捷 第一次申办护照 一定要本人亲自申请 还可以网络预约申办 如果护照遗失了 快到附近警察分局报案 出国前 记得检查护照效期 要超过6个月 晶片护照安全又便捷 外交部祝您旅途愉快 详细内容请上网搜寻 今天要讲的主题 是现在时效最夯的自行车 你知道吗 骑自行车可以使用手机吗 不然怎么拯救世界 很危险耶 会出人命啦 喝完酒之后 可以骑自行车吗 不行 这不上道 知道吗 买上骑车要使用车灯吗 不用啦 就给车子盖手 哎呀 要开啦 跟别人才互相看得到嘛 实际行车 不可以使用手机 不可以喝酒 夜间骑车使用车灯 铁马安全型 自在好心情 特务不关心您 深田药庄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深田药庄 当初来到台湾的时候 生活上有很多的 玻璃